Hello,你们好,我是阿萌 今天来聊聊政治化的歌 被政治化了 就是有首歌叫《星星点灯》 妈呀,阿萌一查这首歌已经30年了 敢想嘛,就是《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家门 但是这个歌你要不跟我说 我都想不晓它前面怎么唱 然后为了这事我还被迫又看了一期浪姐 你说真的是,陪了夫人又蛇兵 怎么回事就是 王心灵,蔡卓妍,钟心童,张天爱,吴锦妍 这歌曲上改编了这首《星星点灯》 哎呀,现大的一片天 是盎当的一片天 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 这个是原本的,是这么长 改成了现在的一片天 是晴朗的一片天 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 是总是看得见 哎呀,好激烈阳光正能量 就是我一看这个改动我都笑了 我说真的是,就是写词的人 改词的人,改得很微妙 是吧,改得很微妙 然后我就觉得这事有什么可说的呀 那就无能为是改词 忽必乱改 然后这都已经就是常态化了 就因为我们经常看综艺嘛 特别老看一些这种歌唱歌曲类的呀 这种就见怪不怪了 但这事我没想到 就是我就觉得啊,就那些原唱歌 就是因为买了版权 相当于买了版权 你要用这首歌 那些歌手是能拿到费用的 然后呢,如果自己的这个歌曲完 被小小改动 或就是把歌词隐藏 或者歌词替换 或者怎么样 就是很多人睁着眼 就闭着眼了 因为那些歌手明白 知道这首歌的人 他知道这首歌 原本是什么样子就够了 综艺上面被搞一搞 就被搞一搞呗,出来卖的嘛 哎呀,就这个话再往下说都不好说了,好吧 但没想到咱们这个政治化正代歌 非常的耿直 说,关于我的经典歌曲新典灯被乱改 歌词一世 我表示震惊 愤怒 遗憾 政治化一不干 然后这个浪姐的粉丝们也不干了 说尊重您对歌词的慎重啊 但是五个姐姐想展现振奋的一面给大家 而且您的这首歌创作于很早之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我的妈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啊 后人也可以根据变化了的时代 进行符合时代特点的创作呀 希望您能理解 也希望您能多来看看 大陆的天是真的明朗了 晴朗了 哎呦我的天哪 就是你能想象就是现在这个听歌的人 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高到这个份上吗 好吧 政治化这个原版啊 上面说我对改了改了我的歌表达很愤怒 我很不爽 你这么经没经我同意啊 改的不那么好好吗 然后这个看的人说 我觉得你原来那个不太好 那不符合就时代的发展了 我们大陆的天已经是晴朗的天了 对吧 你们台湾的天可不怎么样 我就在想说你们台湾的天 要不怎么样 李立群回去干啥 那李立群你在上海待着呀 对不对 那可是晴朗的一天天呀 文明的什么什么天 是吧 怎么唱来着 文明的天空里 是吧 文明的天空里 总是看得见啊 星星点灯啊 对吧 多好呀 你回去干啥 哎呀 我觉得很搞笑嘛 就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吧 就是大家让我说说 那我也就说说 好吧 就说说 先说说这个改歌词 这个事情啊 它是怎么说的 就是广电总局 主抓这个事情 好吧 广电总局呢 呃 就是各地都有自己的这个归属和管辖 湖南广电啊 还有浙江广电 哇 这两个广电是最难办的 因为他们这个底下下属的电视台 特别爱搞一些七七八八的综艺 爱搞一些剧 就很怕他们搞出事嘛 所以天天老给他们施压 啊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这个我从广电上面扒下来的文 说让你们这个湖南广电底下 搞的这些综艺节目 自查自咎 好好看看 有没有符合这么这么这么多精神啊 你们已经被点名了 怎么怎么样 反正你们就是自己看着办吧 好吧 反正呃 多的话也不说了啊 你们就自行阉割吧 基本上 因为他不可能给你事无巨细到 这些这些这些东西不能放 这些这些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说 这些这些东西不行 他就说 反正给你个大方向 要符合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不符合的 你就自己看着办 所以呢 在这个自查自咎的方面啊 就分了这么几个档次 最low的 不是最low的 就是最不打紧的一种啊 是什么呢 就是 明知道是那样 那我不给你显示 这个这个很奇怪 我跟你讲 比如说这个 Sungshare 我给你放这张图啊 Sungshare 因为这个SHI 这个东西啊 可能会被解读为Shit 所以呢 这个SHI就给他变成了星号 啊 这个你就觉得非常扯逼了吧 还有一个叫什么 陈英逊的爱情转移 啊 谁能做爱情的高养 然后把做和爱两个字变成了星号 但其实人家是 是逼 什么 爱情里的 Ship 大概是那个意思啊 跟那个ML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把这两个字一撕掉之后 搞的人觉得你是不是是要说这个东西 就是就没道理了 你知道吗 要这么搞的话 这停车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是是最low逼的一种啊 就是就是就是很莫名其妙嘛 对吧 就是这种 然后比这个稍稍在档次高一点的呢 就真的是谐音梗 是吧 就是他用这个谐音字来替代原来的那个字 这种呢 一般都是什么 比如说你这个歌里面有个烟 有个酒 有个纹身 有个死 有个什么 反正就是不积阳光正能量的东西 可能会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 徐佳莹在歌手里面啊 唱这个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里面 给我一支烟 然后变成了给我一支眼 大艺术家 然后里面啊 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 然后在字幕里面变成了 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 反正你不细听也听不出来区别啊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是吧 华晨宇的神术啊 歌词中这个拆碎这座万赖的牢房 最后变成拆碎这座万赖的牢房 就这种啊 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对听众而言啊 这个词 反正你不看歌词 也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当然呢 这么改啊 也是很low逼的 比如说人家这首歌 本来写的时候是有一定意义的 那么你那么忽然间 那么一替换之后 读起来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但是那个意思就变了呀 比如说这个 华晨宇还是这首神术啊 是环保题材 说人类会面临的这个大自然的灾害啊 本来挺有意境的 他说大多生命无疑幸免都失控 就声声给人改成了 大多生命无疑心愿多失控 什么个意思 什么个意思对不对 还有这个大人放逐 孩童被困 变成了大人救赎 孩童被问 然后就是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孩童被问 就是一大堆这种啊 反正就是直接魔改这个歌词系列 类似的呢 还有这个黑洒乐队 月下里头啊 月下因为也是个音乐摇滚节 那被改的也是不计其数 黑洒乐队唱那个 苍景空和刘川峰 就就讲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然后两个人从相爱相识 然后到最后分手 然后又有新欢 然后又怎么样那首歌 就很有叙事和故事性 我估计你们都听过 但我唱得不好 我就算了 最后一句话就是 谁是谁的 我谁是谁的苍景空 谁是谁的刘川峰 然后就改成了 我谁是谁的一场梦 谁是什么 就是把那个原先 因为他原先这首歌的设计感 非常非常强 这个刘川峰和苍景空 恰恰代表了那个时代 男孩子可能在这个宿舍里面 看着这个对吧 就是苍老师的这个影片 教学 对吧 就是很多人年轻的回忆里面的 就是非常好的一段 非常好的回忆吧 青春记忆 刘川峰呢 又是很多人 看很多这种篮球电影 什么的 我要打篮球交流 那也是非常好的回忆 那你改成了一场梦 就是这边索然无味嘛 我就觉得这个 就可能是Lobby的第二阶段 Lobby的第三阶段 就是就到了重点了 直接魔改歌词系列 还怎么说 说这个用谐音字啊 敲敲敲的替代这个字幕啊 都算很大程度的保留了这个歌曲的完整性 但是啊 就是现在的综艺的求生欲是real强啊 是real强啊 他就觉得我现在给你 敲敲给你咪掉几个字 或者给你替代几个谐音梗 已经就不够爽了 是吧 我就觉得就是我要改变你这个歌曲唱的原意 是吧 我不能保留你的原意了 我要彻底的从歌上 把他性质给他改变 他唱的是灰暗的 我要给他唱光明 对吧 他唱的是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不为人知的小心思 我就要让他变得阳光大道 康庄生活 就是要从这个歌上彻底的羞辱你 这东西就很像那个酒品芝麻官里头啊 就是 如烟是那个妓院里面的 只卖艺不卖身的 对吧 高高级头牌 然后就是 我要叫了 我要叫了 然后每个男人都过来说 哎呀 什么什么 然后一会儿又进来 一个一会儿进来 那个桥段挺好玩 后来皇帝不都进来了吗 就很有意思 你这皇帝去那种高档剧院里面 他点的绝对是那个 只卖艺不卖身的那个姑娘 我就要让你过来 对吧 你不是不卖艺不卖身 你就得卖 对吧 哦不行不行 我不卖什么的 然后皇帝说那行 我就耗着你 我今天先挑你两颗钮扣 对吧 然后明天脱你两双袜子 后天再把你的头发给解下来 我大后天 我再怎么一下你 我看你卖 卖不卖 就这种感觉 很微妙 很爽 我都不知道到爽点到底在哪里 就是这种 哎呀 不要 哎呀 什么的 我看你那什么 所以就是政治化 之所以感觉被愤怒 然后害怕 不是害怕 很吃惊 很愤怒 很痛苦 对吧 大概率可能就跟那个如烟差不多 你知道吧 那么每个男人过来 怎么都是这个样子 我要叫了 我要叫了 哎 你叫吧 我就要替你叫 就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就感觉被 被嫖了 而且不是那种光明正大的 你知道吗 就是被暗暗的嫖了 哎呀 就是心里面不好受 好吧 不好受 然后这边吧 也举了一个例子 说在这个歌手里头啊 这个周深唱了朴树啊 朴树写词也很好啊 写手叫达尼亚的歌 这个歌曲说 多处歌词被改 背叛务必坚决 放弃务必坚决 就是不可以背叛哦 要放弃 哎呀 真的挺语的 所以呢 就跟这个心情点灯 一曲同工之妙嘛 就是心情点灯 什么样的天空啊 就必须是伟大光明正确的天空 好吧 就是不准你唱 不伟大不光明 不正确的天空啊 晴朗的天空 是文明的天空 就是要从根子上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慢慢渗透的一个过程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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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先扣你两个字 明天再给你替换上 两个谐音梗 然后后大后天 就是整整段 就给你改就改掉 再大后天 或者怎么样 你慢慢一点点来 总有一天 知道这首歌原意的人 全死了 全滚蛋了 全都就闭口不言了 那那那新成长起来的人 一听这歌 哦原来这歌是这么唱的 哦原来是这个 现在的一片天 是晴朗的一片天啊 那么哪他妈有什么 肮脏的一片天 没有 是你的天才肮脏呢 慢慢也就纠正过来 就那个什么 所以这是个好事 这好事 所以就就很多人说 说那个 你非要去改别人的 是吧 你说你浪姐 你这么成功 你有那么多歌版权 你随便弄一个吗 对吧 你唱个南极湾 唱个 唱个什么 什么 唱个红梅赞 什么 随便啊 那么多歌可以唱 那不行啊 就是这红梅赞和南极湾 没有改的空间了呀 就没有那个过程啊 就是我刚说 那个微妙那过程 你就 就没有那个爽感了 没意思了 对吧 我就要你这种 哎 哎 所以真的是 哎呀 你说阿梦若是个男的 得多坏啊 我的天 真的是把你们的 这个心思玩的 哎 最后吧 我觉得这个事吧 应该也就不了了之了 私下里面一勾兑 解决一下 对吧 你指望湖南卫视 出来个领导 说对不起 我们错了 不能不该改这首歌 什么的 我觉得挺好的 没准湖南卫视 私下里还跟 政治化说 你这首歌 有政治问题 你这首歌 政治不正确 我们给你改对了之后 反倒救了你一命 你哭着偷着乐吧 没准是这么说的 一而二去 可能也就握手言和了 当然这个说笑 说笑 没有任何不恭也不敬 好吧 就是还是希望大家 就是保留一颗平常心 拉完piece一下 不就是个综艺节目吗 不就是唱跳个歌手吗 对吧 就盯上你这首歌 你就给人 你就给人玩玩呗 你就让人唱唱呗 对吧 就让人rap一下呗 你怎么着吧 对吧 哎呀 这个 好吧 我觉得郑大哥 消气消气 天挺热的 保持身体健康 保持身心愉悦 这他妈比什么都强 知道吧 好好活着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点赞 关注喜欢 开启小铃铛好吗 OK 拜拜 拜拜